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3年2月27號星期一 今天要來分享這一台機器的保養 這一種機器它是抑壓鋼筋檢 這一台我已經收回來很久了 當時收的時候 測試是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這幾天出租去拿回來 我有詢問客人 他是覺得說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還蠻好用的 回來的時候我稍微測試一下 我覺得有一點點奇怪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之前加錯油了 他加的應該不是抑壓油 運作的聲音感覺有一點奇怪 測試給各位看一下 它的抑壓柱再跑感覺比較慢一點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應該是加錯油了 那我今天去買了一個這個 它是國光牌的特級循環機油 這邊有寫是可以適用於油壓系統 抑壓油之類的相關機器 我們這邊目前也只買得到這一個品牌 它的價格是465塊 它是4公升的 我個人是覺得還可以接受 所以我今天要來換它的油 換這個抑壓油還蠻簡單的 我們就是把這個拆掉 然後我們把油倒出來 因為這一台目前跑起來的感覺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理論上要換油或者是做一些保養 應該是要整台把它拆掉 但是這邊都有一些抑壓系統 如果機器沒有什麼重大的問題 我是不會去拆它啦 因為這一台的名牌都不見了 所以我不太敢隨便去拆它 雖然說網路上有很多類似的機器分享 但是因為我沒有它的分解圖 所以我比較不會冒然的去拆它 那今天我只是懷疑它可能當初有加錯油 所以它在操作上可能覺得沒有那麼好 它才賣給我的 所以我今天先嘗試換油就好 那我們先把一些舊的油把它清掉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換新的抑壓油進去 第一次加滿以後我們要先讓它跑一下 直接用手指按住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動作要重複3次左右 我有懷疑它用錯油 多測試幾次以後再把油倒出來 然後再加新的油進去 接下來我們再把油倒出來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加第二次油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重複剛才的動作 至少3次 然後油沒有滿再補油 然後按住 做這個步驟的時候有一個重點就是 這個機器要稍微傾斜前面一點 用這個好了 就這樣子 那我們再重複剛才的動作 然後再把油浮滿 然後最後我會把它稍微弄的前面一點 然後把油浮滿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螺絲鎖上去了 那這些步驟我是看國外的影片 相關的介紹 以及一些教學 我個人是不太確定是不是正確的 因為我目前找不到它的相關說明 不過大部分的機器做法應該都是雷同的啦 那再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它跑起來的狀態 感覺上是比剛才好一點了 所以我是覺得它應該是有加錯油 那我目前這樣子測試起來是沒有問題了 最後有一點忘記補充了 就是你在換油之前 你要先讓它跑個30秒左右 讓它裡面的機器預熱一下 然後再進行換油的動作 在國外的頻道 他是說這一點是蠻重要的 剛才忘了講這一點 那我這一篇抑壓剪 鋼筋剪的換油及保養分享文章 就分享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敬請訂閱和分享 謝謝